凌云在古汉语当中是直上云霄的意思 通常呢可以用来形容人的志向远大 以这个名字来命名的车型 我认为啊至少一要有风车电车般的性能 二还要有高品质 能够承载起消费者对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 在这个前提下打造出的2023款新途凌云 正式跟我们见面了 外观部分其实这次的改变并不大 依旧是我们熟悉的横向大尺寸的进气格山 现在看久了越来越习惯了 不过这次新增了两个车漆颜色 一个是我手边的这款极光绿 还有一个是叫做星际银 都是非常低调啊 比较有质感的一个颜色 跟今天这种竹林意欲聪聪的氛围非常的搭 那么再来呢 它用到了很多镀铬元素来体现它的都市精致豪华感 比较大的升级的地方是在轮胎位置 这一次是升级成了马牌UC6高性能宽胎 轮胎的规格是235029 这样的轮胎呢 对于它的抓地力和操控的稳定性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套蓝白风格的内饰 是这次改款之后新增的一套配色啊 看上去是非常轻松惬意的 很有度假的风格 比较好的是你看到这套内饰 其实它蓝色的元素是占主挡地位的 白色只是小范围的点缀 所以它在保留这种风格的同时呢 会比那种白颜色很多的内饰更加耐用一些 你像这个座椅这边一整片都是蓝色的 不怕小孩子乱撒饮要给它弄脏什么的 这个价位的自主品牌 所以你没有一点越级的配置是说不过去的 像这款车型上翻毛皮的内饰 然后大量真皮的包裹也是少不了你的 它在副驾啊 还给你新增了一个叫做女王座椅 当然是要高配车型上才能体验到 这个女王座椅呢 带电动的腿拖 带加热通风 还要按摩 绝对能够让你的女王大人一路上躺的相当之满意 还有这个跟路虎上特别相似的空调调节的面板 两个大旋钮可以单独的去调节分区的温度 不过路虎的那个按键啊 是按一下 会变成一个调风量的一个按钮 它这个按不下去 只能调温度 风量是放在了上方来进行调节 电子的挡霸啊 中间这种钻石元素的切割也是很体现高级感的 美中部族呢 其实我觉得是中间这一块屏幕 它也是实价流行的这种大连屏 不过我觉得它的反应程度上会略微的慢一丢丢 就是你觉得它没有那么极其的丝滑 不是说它特别的卡或者怎么着 再来它一些UI的设计 你看这个360影像现在模拟出的这个动画 我觉得边缘上就有点粗糙 那种3D渲染的感觉是没有一些竞品做的到位的 可能这就是理工男吧 就是功能该有的实用的是给到你了 但是细节之处啊 其实还可以做的再精致一点 我觉得会更好 很多人不知道啊 其实凌云并不是一个车型的名字 而是一个车系 它是分成短轴版的凌云S 和我们兼体验的长轴版的凌云 如果是选择凌云S的话 会更加强调运动性能这一块 整个操控会更加的灵活 那如果说是选择长轴版的话 其实家用舒适的去向就是更加明显一点 不过它的性能也并不弱啊 这也就要特别提到 其实凌云一开始问世的时候 只有1.6的一个排量 当时呢 本身这个星图凌云就是主打奇瑞的高端市场 那他们的消费者就会觉得 你都卖到16-17万这个价格了 1.6的排量是不是太小了 有点糊弄人啊 所以呢 星图也是听取了粉丝的意见之后 后来推出了400T 这个2.0T排量的车型 那么这个版本 实际上它的性能就非常可观了 最大功率是到261马力 那400T对应着 它的最大扭矩是400牛米 百公里加速成绩只需要6秒多 所以在同级当中啊 这个性能还是可圈可点啊 为了应对现在的这种排放法规啊 其实它会在你上车之后自动给你切换成ECO的模式 这个模式下整个的动力表现是偏肉的啊 但是有燃油经济性会相对强的很多 我一开始上车一启动 没有在调驾驶模式的时候 我会觉得哎 怎么这车开起来有点像1.5自吸的感觉 就没有2.0T的那种动力 后来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啊 它真正的这个动力就显现出来了 种一个爬坡的一个能力 过弯的一些表现啊 都是没得挑的 在一些大执道 像我现在这样身材一脚油门的时候 它这个动力也是源源不断 没有中止的一个迹象 尤其到了中后端 依旧非常的迅猛 今天早上我们在跑山路的时候 我是对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 有很好的一个体验 你基本上过弯的时候 真的就是指哪打哪 作为台家用的SUV 有这么好的一个指向的一个表现 是挺让我惊喜的 而且这个方向盘的手感比例 它的轻重都非常的到位 是觉得很丝滑 有那种高级的质感的 就让我惊喜的点啊 其实是悬架 这款车它的悬架结构 是前麦夫逊后四连杆的独立悬架 然后他们官方介绍 是请了国外的大师团队来调的 一般听到厂商说什么 国外的什么团队花了重金 我都半信半疑啊 因为之前有那种情况 就是早上的时候听人家 天花乱吹车了半天 最后泥市产品 发现这也不行啊 说不会是被老外把钱骗了吧 就有这种感觉 但这一次啊 试过凌云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是到位的 相比较前些年试过奇瑞的一些车型 我会觉得之前奇瑞的那些车 开着就是 就是你配置很高动力也很强 但就是这个底盘的素质差点意思好像有点拖后腿的这个感觉 但在凌云身上 我觉得这个底盘不仅没有拖后腿反而是个加分项 整一个的风格呢 它会略微偏舒适一些 但是把运动性兼顾的很好 这款车的质感甚至让我想起一些德系车的车型相当的 怎么说呢 就是软硬适中恰如其分的感觉 所以这次奇瑞真的是把他最大的一个短板给补上了 我希望未来啊如果有机会再试到奇瑞更平价一些车型的话 也能够试到这么让人有精细的一个有质感的一个底盘 就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要不说奇瑞是车圈的理工男确实有这种风格 就是可能他不太懂浪漫啊 但是把自己能给到你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 那如果有一些细节他一时没有想到做的不到位的话 你告诉他他也愿意去为你改变啊 确实是会让你觉得很贴心很暖难 而且是有一些黑科技和真东西在身上的 所以这款车型目前我们试下来 他有一些小的缺陷 但总体上来说没有大的短板 如果说您想要选择一台家用的自主品牌的车型 青涂零云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